别着急了 急没有用啊 你得站起来啊 你那个时候决定是对的 就当他提出离婚 您承担了一切 然后走 在我看来是在 二十多年的婚姻当中 你算成长了一步 就是要承担 如果你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能够让他活得更轻松 能够让他生活得 感觉到快乐 其实这个婚赴不赴 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 而且你也不用着急 他肯定不会着急 这说这两三年 就带着女儿又改嫁了 是吧 会吗 没有那个想法 所以你加油站起来 对 好吗 好的 对他们好 让自己站起来就OK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不管怎么说啊 就是以前磕磕磕磕 这么二十来年都过来了 通过分开以后 也想到了你的好 然后呢 我又想到了这个小孩 所以我想就是说 为了给小孩一个完整的家吧 想和你铺铺 希望你给我再次机会 好 时间到 不做结论嘛 不做结果嘛 日子还很长嘛 其实我也相信 今后二十多年 俩娃打断骨头连着筋呢 行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请开门吧 请开门 这个家台还回得去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